嘿,伙计们,我是小周,东北亚最高峰,台湾的玉山独占凹头,甚至连富士山都难以超越,但小弟富士山似乎在名气上比较大,名扬全世界。 而玉山呢,其实大家也都知道,只是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对玉山的认识都不同,在我以前的印象中,玉山比阿里山逊色,景色也没有阿里山美。 跟电视上见过的富士山也是没有办法比的,但其实这都是无知的体现,当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这些山峰之后,才能有客观的判断。 今天我们从各个层面跟大家讨论,到底谁更值得你的青睐呢?谁更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呢?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样貌,玉山主峰的样子像一个十字形,因为是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板块挤压形成的, 所以南北长,东西短,雄距于台湾中央略东南的位置,但只看3952米的主峰,不一定比富士山美, 但因为这里的群山环绕,有中央山脉,阿里山脉,以及玉山山脉混合而成, 一个玉山公园就有30座山峰,形成立体的压热带高山形,多物种,多景点的旅游区, 无论是悬崖峭壁,还是西谷林道,还是云海奇观, 在不同的山头,不同的地方,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,综合还是更好。 一年四季,在一个公园内完全能找得到,这山巒蝶杖似乎代表了这里的人们拥有广阔的胸襟, 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,很遗憾,小周我就没有爬过, 阿里山去了,这里没跑过去看看,挺后悔的, 现在时间也不允许了,只能期待着春暖花开再次赴台了。 咱们再来看一下富士山,富士山看表面确实挺好看的,也是日本文化的象征, 但您从周围看过去,富士山一圈基本都是地爱型的小山头, 跟玉山周围形成的壮阔没办法比,这种空旷之美是另一种感觉, 它一座山承载了所有的美和傲气,甚至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的容貌, 显然从直观上影响力是比较大的, 但实际情况则不一定有玉山公园的群峰雄伟了, 富士山纬度更高,常年积雪,让它有一种圣洁的感觉, 而日本人称为不死,不二,不仁,福地,富慈,对它充满了期待。 而在国家层面上又对其进行了充分的包装和文化的渗透,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富士山是一个福地,是一个樱花满山的地方, 是一个承载了日本梦想的地方。 但其实您看看就知道了,富士山之所以这么出名, 是它对山体进行了完善的包装, 半山腰有一圈都是旅游景点,火山口也建设得比较完善, 但这个山体下半部分和山顶是分开的, 山顶是私人的,政府管不了, 所以围绕着山体它们进行了充分的挖掘, 比如这种枝字形的登山道就有很多。 伙计们,您觉得这种火山跟台湾的玉山相比, 在物种的丰富程度方面哪一个更胜一筹呢? 咱们回到玉山,整个玉山水系分布均匀, 古话说,有山则鸣,有水则铃。 玉山公园在水的作用下更加有灵气, 比如这个金门洞断崖就是在水气以及风化侵蚀的作用下形成的。 有了充沛的水源,则就有了物种的生命之美, 植物的类别这里将近有三千多种, 而动物类别也有一千多种, 整个生物的布局和分层特别明显。 有的台湾小伙伴给我说, 老弟,在玉山的西北园区,南部园区,东部园区, 以及中央核心地区都能找到春夏秋冬, 我开始有点怀疑, 但我看了官方给的解说手册之后明白了, 应该是客观的。 因为每一个人欣赏角度不同, 所以对待自然景观,植物的观察点也不同, 所以假如您来玉山,还是需要多戴一个眼睛的。 整体来看,玉山比富士山更有看头, 更加有滋味,只是玉山太高了, 而且很多地方都比较险峻, 所以在市场开发和宣传上还是不足的, 要想明满天下,就要往全世界推。 而阿里山就不一样了,光听歌曲就已经陶醉了, 不看山不来台湾也能吹上几句, 阿里山啊,哦,伙计们,我听过, 是不是那首唱的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呢? 提起音乐,玉山山脉一带的布农族是最值得一提的, 但这个民族的人们多数以和声之美来服务于生活, 多用于农事、祭祀以及驱邪等活动, 所以单单想靠合唱或者合音之类的音乐推广, 产生的影响力是远远没有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来得更便捷的。 而关于富士山的歌曲,数不胜数, 有一些都做成了专辑, 并且各国的歌手想要创作日本音乐, 多半都喜欢加一个富士, 比如歌曲《富士山下》陈一迅就唱过。 在歌曲的影响力方面, 玉山显然有更长的路要走。 我不止一次地在江苏和山东等地问一些伙计, 您知道有关于玉山的歌曲吗? 很多人都说,我知道, 昆山有一个玉山镇挺牛的, 玉山啊,基本不熟悉, 更别说歌曲了。 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地理没有学好, 还是知识水平太差, 还是我的思维跳跃性不够, 按道理玉山应该都知道的, 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, 挺遗憾的。 所以我认为玉山更需要全世界。 富士山和玉山这个词语的使用程度上来说,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较富士的前缀比较多, 而玉山我确实不是很熟悉, 也希望台湾的小伙伴能来补充, 而以富士为前缀的随便写写都有这么多了。 玉山跟富士山都是东北亚的著名山峰, 各有各的优点, 而我个人更加喜欢板块挤压而成的玉山, 因为它更加立体, 更加婀娜多姿, 而富士山这种富士火山, 从自然景观的角度上来说, 没有什么稀奇的, 大部分火山都差不多, 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? 在您心中谁更好呢? 谁更有发展空间呢? 欢迎讨论留言。 好了,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我是你们的老弟小周, 不要忘了关注我,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如果看不散好哦, 珍拜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Kann Just the